好山好水好味道 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一块记录台湾 周秋节吃月饼月圆人团圆 记录台湾的团队找到了一家 专门制作道地北方翻毛月饼的老字号 这样的月饼并不是指发霉长毛的月饼 而是透过师傅不断地擀面皮 让饼皮可以像羽毛一般地层层堆叠 风味呢跟我们所熟悉的港式月饼不太一样 透过镜头带你一块来评唱 层层堆叠的外皮仿佛羽毛般片片不落 外表看起来像台湿绿豆图 事实上它可是道道地地的北方翻毛月饼 北方人都有穿厚厚的皮哦 对那你这个一打开来 它里面的毛它是会层层叠叠 它非常的柔软洁白 翻毛月饼之所以叫翻毛可不是因为饼皮上发霉长毛 而是在制作过程中让饼皮有层次 这个月饼全台北目前仅剩这家60年老字号高饼店 还找得到 工厂里忙进忙出的这位阿中师16岁就来这儿学做饼 如今做了近30年已经是老师傅第三代传人 后来这儿从学徒做起也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吃老店的饼长大的 小时候爸爸经过的时候也会带一点面包啊点心 然后家里小朋友多大家都抢着吃 在老师傅调教下 如今阿中师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虽然月饼一年才做一次 但光是从食材选料就很讲究 八宝取名就是八种那个果干这样子 还有水果这样子 其实都是可以做一点小小的变化啦 不用绿豆卤肉 翻毛月饼选用大陆北方馅料 老店的招牌是枣泥 而饼皮讲究的层层堆叠 考验的是师傅的真功夫 先把面皮包油酥 接下来则是一变又一变的感 就是团的直的对 对对对 让它层次交叠啊 然后层次会更多层 所以刺的时候 那个皮将会翻起来 对 把面皮卷三圈 擀平后 还得重复再做一遍 这个步骤是饼皮能够翻的关键 可别以为这个举动很简单 一个不注意可是会破皮 接下来如何把一大球 枣泥馅料包进来 又是一大考验 做这个的注意就是 底部要收口要收紧实 才不会说有抱线的问题 你包的手劲啊 手劲要力道要弄得适中 你要是太用力掐它 这边就会破掉了 然后你要是没有用一点力去 去掐它又掐不紧 看阿中师手法如此利落 却也不是一开始就成功 容易破损啊 容易把皮包到破掉啊 然后就被师傅念啊 然后就是知道要 自己要如何改进啊 就常做 常摸索的话就知道了 包好的月饼外表看起来 北包包又迷迷 此时阿中师拿出一堆印章 当起艺术大师 盖上象征中秋节的 月兔导药图 在盖上里头所包的馅料名称 就可准备进烤箱 好了 就是火候 要烤几度然后要烤 对 火候的温度 差不多在150 然后烤差不多30分钟 就可以了 对 老店还有另一个 北方月饼代表 提江月饼 早期他们是把这个月饼 堆叠起来成一座小山 然后拿来祭天 提江月饼因为发源在山东 又称鲁式月饼 阿中师凭着经验 随意抓一团面团擀成皮 就能达到皮与馅 1比1的比例 紧接着再次考验师傅的技术 敲打出来的提江月饼 由于内馅已经熟了 只需把月饼放进300度烤箱 烤10分钟 上头印的月兔导药 及梅花图腾 烤过后格外清晰理体 它的口感吃起来 比较不油腻 味道很香 60年老店每逢中秋 人潮依旧络绎不绝 道地的北方味道 至今飘香超过一甲子 是许多爷爷奶奶 记忆深层里 永难忘买的岁月滋味